前几天我收到了这个一尊 然后呢我们谈到了中共从法理上 为这个保障 已经获得了经济权益的 这些既得利益 增加了一些砝码 安定了他们的人心 那么紧接下来呢 紧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分化瓦解 已经形成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通过不断的清洗 逼迫他们站队 以尽可能的扩大中央的权威 那么接下来 他们就是在搞教育 重新再提出团结 我们一直都听说一个名词叫法西斯 很多人都误以为 他指的仅仅是纳粹德国 其实法西斯的内核很简单 就是一句话 团结就是力量 他通过灭杀个体的人性 捍卫国家的权益 那么整个社会中 受到这种宣传呢 其实已经几十年了 在中国大地上 我们最先听到这个宣传 是1938年 留学德国的一批国民党将军 回来创立了一个复兴社 他们搬来了 正在欧洲流行的一些思潮 在国民党办的一个刊物 叫扫荡报上 第一次提出来 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一种主义 紧接着1942年 中共在延安也搞起了整风 啊 你好你好 到了七九二十中全会 完全树立起毛泽东的这个 一家独大的 这么一个模式 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应该是刘少奇 现在呢 现在他们又开始玩这个东西了 你好 中国历史上呢 一直比较抵触这个党征 论语里面 孔子就说过 君子群而不党 或者说这是后人总结出来的 那么汉朝 有党固之争 唐朝有流理之争 到了明朝 东陵党征 更是毁坏了这个国家的元气 所以中国历史上呢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党派 控制这个国家 并且绵延几十年 并且绵延几十年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 现代的这种政党 我们现在看到的 现代政党在中国出现的 它其实起源于 民国出现的 当时有一种提法 叫做先知先觉的 唤醒后知后觉的 带动不知不觉的 那么统治中国的这个党呢 它就可以一家独大 实行训证 教育人民 带动整个社会 快速的进步 那么共产党 不是像国民党那样 宣传一下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它是实实在在的 旅行了七十年 从建政到现在 他们其实一直这样做 很多人误以为 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 中国套用的是苏俄模式 在每一个层级上 设立双主观 一个党的领袖 一个行政领袖 其实我们这套方式 更多的是借鉴了德国 第三帝国就是两套班子 每一个地区 它都有一组党的领袖 中国已经不怎么提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现在绕着弯子 实行了一些政策 他们在强调 全党全民要团结 要一致 甚至我们看到 整个中国社会 很少有人去关心 中美的这次贸易战 中美之间的对峙 对中国现代生活 貌似不产生任何影响一样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中共 根本他就没想过赢 他就在闷着头 干自己的事 他们很快 就会掀起一个 全党全民团结的 这么一个高峰 他们要凝聚 国内的 所有的意志 把党的意志 变成全民的意志 很快就会谈到 团结就是力量 稳定压倒一切 无所谓对错 这么大一个国家 他现在的目的 只是要稳定 他宣扬的团结 是让全民 紧紧的团结在 他们的周围 不是一直在说的问题 一直在说 其实一直也在做 但是今后呢 他会掀起这么一个高潮 因为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态 正在切换 他原先有几十年的时间 就我们知道 最起码有三十年的时间 他与西方社会 是有这种交互的 是有互动的 这个时段已经结束了 那么启动 下一个阶段 他中间有一个切换 就是他要首先统一 内地民众的意识 要让大家紧密地团结在 他们周围 而且这个团结 不仅仅是宣传 现在各地呢 都会有一些政策性的试点 为了配合中央新出台的一些政策 有很多报刊 有很多国内的这些知名的学者 已经开始放话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几个省份 以电脑升级的名义 终止了办理出国护照的 这么一些手续 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中 这种情况几乎是不需要出现的 银行升级也没听说过 哪个银行官们 你办个护照能比银行 更需要加密更复杂吗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从这个鼓励你生孩子 一直到这个房产税 所有的这些举动 它都会有一个前提 它要告诉人们 现在中国遇到了一定的问题 人民日报也开始宣传了 物资充裕的时间 时段已经过去了 下面要过苦日子了 为什么要让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呢 因为外部世界有打压中国崛起的这么一股势力 即便它今后管制会市 也会提出这是全球金融战的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 我们下面呢 会看到很多事情 现在国门关闭以后 或者说在关闭的同时 它会利用大数据 实行三反五反 逼着中下级官员 密集的表态 要他们站队 你如果把握不住这次机会 站队错误了 你就会成为镇压的对象 紧接着呢 紧接着会搞混改 现在所有的数据 政府都在监控 信贷口一个政策的调整 就会让民营企业举措失当 除了低价把自己的企业卖给国企 你没有任何路可走 政府会新设立一些税种 除了自查护查 邻居 亲属 觉醒的子女 揭发以外 极有可能会产生一个 新的警种 叫税警 民国以后呢 我们其实就没见过 这个警种 但是他极有可能 重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当你觉得你无路可走的时候 你即便想跑 你也跑不了 房市 股市 会市 几乎都会拴住 每一个有点资产的人 你根本走不了 到那个时候 他能让你干什么呢 让你全面生娃 知道吧 没有房市了 没有股市了 没有汇市了 怎么样 怎么样处理 油资呢 怎么样防止民间的资金 冲击他们的政府 控制对经济的管控呢 让你生孩子 这个生孩子 其实他跟计划生育 没有什么关系 跟社保基金都没有关系 什么医疗啊 养老啊 你想的太浅 汉朝曾经出现过一个叫推恩令的东西 大家还记得吗 让你生孩子 他最终的目的 是耗干你所有的储蓄 甚至你能借到的亲友 哪个稍微有点钱的 没有两门重庆线 他的目的是让你 拼死拼活的 去老老实实的 为这个政权服务 你去好好的工作 管住自己的嘴巴 他要绑架全民 让你由衷的 觉得这个社会 一定要稳定 他不稳定 我就没工作了 没工作 我孩子吃啥 我们从这个国企 做大做强 这种口号 一直到这几年 形成的这些事实 国企就算再没用 但是他的兼并 在全国范围内 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国企变得越来越多 私企越来越少 靠这个政府发工资 吃饭的人越来越多 你怎么来反对他 你怎么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告诉你 团结 他不仅仅是口号 他有很多实际的动作 这几年他已经在干了 只是大家没有注意看 都觉得中共的政策来回的变 其实他们有一条主线 他们要把全体中国人 把你的温饱 把你的收入 都拴在他们这条船上 你以为他是宣传 让你跟他团结吗 不是 他是逼着你 不得不跟他团结 现在的问题就在这 中国的现象 其实很清晰 在内地你们看到的 所有的这些通告 包括各地这个网友 互相传递的一些信息 就足以让我们知道 这个社会 它正在发生的变革 中共这几年 一直在不停的 脚踏实地的 做的一些工作 我们见到很多人在骂 很多人在调侃 那么骂完之后 调侃完之后 喝顿大酒 就把这事过去了 你过去了 人家没过去 现在我们感觉到舆论 大家说话 发个推 抱怨一下 都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 你在网上发表一些 自己的想法 调笑一下当地的领导 或者是警察 你极有可能 就会被拘留 这种例子多了以后 人们潜意识中 就有一种印象 就这事不能干 你下意识的 你就把它屏蔽掉了 那么谁都不敢干 这个恐怖的氛围 白色恐怖 它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现在还在想 是它教育你 是它要团结你吗 不是啊 是你潜意识中 你在服从它 你觉得你必须要团结在政府的周围 就算有什么话 你得憋着 上一次文革 白色恐怖到什么程度啊 自己的亲属在家里说话 你别说什么小姨子救老爷了 就是自己的儿女 你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 有可能子女就把你检举了 我们看到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是北京现在的一个律师 她的妈妈说了一句质疑共产党 质疑文革的话 这孩子立马就举报了 完了以后 她的母亲被枪毙了 现在她在干什么 她当律师 她竟然是一个成功人士 是不是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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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实现了 那个颠覆 刚刚 一直认为 历史探测 但是我们忽略逆复啊 被不断地重复 在中国 很开测 我觉得 我可是 是非 还能 每一个 是 是 希望